好难呀 我现在很不好 好沉啊 好沉啊 好热呀 真的太热了 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者周睿陈子 我现在走到的位置是青海省西明市 南川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 这里也是新招路消防队员的成训点 那么这里呢 现在有73名的消防员 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技能训练 今天我也将跟随他们一起去体验 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员 需要有哪些必备的技能 那么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负责我们这次训练的教官 请李班长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我是负责新训消防员第二阶段代训股干 李兆峰 据李班长介绍 新招路队员的第二阶段训练 以体能 技能 游泳 操法 水域 实战化训练为主 经过四个月训练后 只有通过所有科目考核的队员 才能成为正式的消防员 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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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怎么下来呢 给我算合格吧好吗 太难了 刚刚我们就勉强的从这上面爬过来 我们这个项目就算结束了对吗 还没有 这只是第一道障碍 第二道障碍是提两盆六五水带过独木桥 哇 好重啊 这有多少斤啊这个 这个一个有十斤 一个就十斤 然后还要走前面的独木桥 对 要快速地奔跑过去 奔跑过去 还挺高的 还挺高的 这个一堵的时候 要稍微有那种发自脚的那种 可以了吗班长 可以了 要直接放在这里可以了 好 谢谢 完成了 一 二 三 终于 救命 救命 其实我刚刚算是 完全算是靠作弊上来的 看那边 体验了一把 吊威亚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我已经换上了灭火救援服 然后我的旁边去一些 我们在消防员 在进入火场之前 需要穿戴的装备 一号头盔主要用于这个 火场 对于这个消防员的 头部和脊部 安全腰带和承包 主要用于这个 消防员在这个火场内部 紧急情况下 用于一个逃生之救 或者是吊生死在 火山之救 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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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现在基本上没法往前走路 这一套基本上就是我们进入火场 进行所有的装备了 对 这就是我们个人房的装备 这整个一套有多重量 30公斤左右 30公斤 也就是60斤 对 相当于背了一个小孩的重量 我刚刚就是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发现 我们这有一个这样子透明色的方块 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对 这是我们的消防护救器 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静止了一段时间 静止15秒之后它就会发生警报 15秒就开始了 那希望我们的消防队永远都不会用到它 这个盐拉梯撤离技术主要用于这个消防员 火场内 这一个紧急逃生自救的一个技术 然后要需要背负这个15公斤左右这个呼吸呼吸器 哎呀 是这儿 对 抓住 这是小新根本无法克服心理恐惧去完成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一定还有很多 消防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火焰栏与救援城 也是汗水与泪水 是凌晨三点被警铃惊扰的美梦 是摘掉面罩后的大口呼吸 是脱下灭火符后的如释重负 是在救援绳上磨出的茧 训练塔前挥洒的汗 是少年心事 是远方家乡 是英勇向前 是无所畏惧 希望新队员们加油训练 出入平安